大家好,歡迎收看明報530 今天是11月26日星期二 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體說 對加拿大入口貨徵收25%的關稅 來解決毒品及難民問題 安省省長復讀說 聽到這樣的消息 他好像被自己有兜心口插在一套 總理杜魯多說 明天他會和各省舉行緊急會議 搞到有些賭卸羅蟹 偵探有偵探賭卸羅蟹 坐舊艇來加拿大的香港人 亦有很多會失預算 因為申請做永久居民 保守估計 現在要等4年 在Wallmark有網上購物戶口的人 小心點 有些人會利用你的網上戶口去買東西 但超市聽到都好像不多你 南省南部的居民要做好準備 因為就末將有一場重大的冬季風暴 預計將會有超過50厘米的降雪 氣象學家已經提前向全省發布預警 稱可能會在未來幾天甚至幾週之內引發混亂 多倫多今天天陰陰 環境部預計最快可能會在今晚出現初雪 今日日間氣溫大約有7度 今晚可能會下雨甚至下雪 預計明天天氣晴朗 最高氣溫是4度 星期四將有微風和小雪 特別是尼亞加拉附近一帶 星期五多雲天氣涼爽吹西風 預計今週末氣溫會更加接近冬天 天氣晴朗多雲有機會出現小雪 對透過救生艇移民來加拿大的香港人來說 想申請成為加拿大永久居民 保守估計可能需要等四年 即是隨時會多過四年 移民部總監麥克納米說 等候期間坐救生艇的香港人 可以一直用維持身份合法留在加拿大 聯邦政府在未來幾個星期內 會公佈進一步改革移民及難民系統的細節 目前移民部積壓了大量申請個案未曾處理 這些積壓個案是因為收緊臨時工作簽證的規定 不少人於是轉去申請難民庇護 造成申請個案大塞車 所以影響了坐救生艇的香港人 加拿大眾議院公民及移民委員會 星期一開會時 移民部長米勒說 由於突然出現太多不符資格的個案 當局篩查需時 造成整體審批進度被拖慢 本來原定有25萬宗難民申請 是需要在今年9月底完成的 但現在只處理大約五分之一 即是48,000宗 而每宗個案平均需要44個月審批 移民部工作量激增 連帶香港人救生艇計劃的審批進度 亦都大為落後 移民部總監 現在麥克納米承認 由於有太多積壓個案未能處理 而香港人並不是屬於最優先的處理類別 所以他們要花更長時間來等候審批 目前保守估計大約要等四年 而在等候期間 香港人是可以透過維持身份合法地留在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上個月底公布 將2025年新增的永久居民人數目標 由原定的50萬 降低到39萬5千 並且會在2026、2027 進一步下調到38萬和36萬5千 幸好 為香港人而設的救生艇計劃 不在削減範圍內 受到三門市困感染的梁先生 昨天在530提醒大家留意之餘 他亦說了一件與窩媽有關的事 叫大家要小心提防一下 因為一旦出了事 隨時求助無門好無奈 梁先生註冊了Walmart的一個網上帳戶 方便在網上購物 但這兩個月 他收到三封來自Walmart的電郵 說他在網上分別訂購了三次貨物 並正確留下了他的姓名電郵 但收貨的地址就顯示在別處 梁先生說 他根本沒有從Walmart訂購任何物品 也沒有在網上付過錢 所以幸好整件事中沒有讓他有金錢損失 但他就很擔心身份被盜用 於是就聯繫Walmart 但對方就否認有將會安全的問題 之後梁先生又致電給反詐騙部門 但一直都沒有人聽電話 之後他就改了寫電郵給這個部門 幾天之後就收到回覆 但對方就說 因為他們太忙了 沒有辦法跟進梁先生的問題 還建議他直接向所在的區域警方報警 於是梁先生就在網上向約克區警方報案 過了幾天之後終於收到回覆 警方回覆說 由於他們的案件太多太忙 沒有辦法處理梁先生的案件 是一個回覆給我的 是我的電郵 是我的名字 就order了三個order 三個separate order 但是送去的地址 deliver的地址 不是我的地址 而我是沒有order過的 那我自己就很擔心 會不會是那個身份被人盜用了呢 我的電郵adress被人盜用了呢 我打給他 我問他們否認 接著我寫email 他們否認有breach of security 於是我打去 有個anti-fraud center的 不知道是加拿大本身 我不聽了 打去那個電話 是永遠打不通的 我就跟他的email address寫給他 寫很詳細 forward 所有那些email 那些什麼給他 過了幾天的時間 他就會回覆我 我們很忙 我們很多case 我們不可以跟進到 你不如去你那個regional的police 報案吧 於是我就聽他說了 我寫去這個 York region的regional的police 那報案吧 那報大區 很久了 這次就很久了 都沒有理我了 直到最後有封email 我們都是太多case 是不可以做到你這個了 那其實我報案來做什麼呢 還有你開個anti-fraud center 大肆宣傳 而你們完全沒有做事 那我就覺得 這個完全是一個scan來的 你就說到自己幾公職 幾位市民 但是到頭來 連regionalpolice 報他都不理你 45年老字號的兒禍電業 由即日起 提前開始Black Friday大優惠 除特價電器外 加免運費 及處理舊電器 請職到Kennedy甲 Steels門市部參觀選購 電話416-754-3860 若干優惠 受條款約束 我劉健文全力推薦 特朗普還有個多月就回到白宮做總統 他昨晚說 上任第一天 他就會簽署行政命令 將加拿大和墨西哥書網美國的所有商品 徵收25%的關稅 直至到加密兩個輪郭 著力解決毒品和非法移民問題 講真也好 靠客也好 加幣匯加 今天開始跌至四年多以來的最低 報過71未先 低於昨天的71.07未先 這是2020年5月以來最低的 特朗普剛剛當選的時候 猛地說和美國是好朋友的安省省長福特今天就說 聽到這個消息 就好像被自己有鬥心口痛在得到 省長 你當特朗普是自己有 那人家有沒有當你是自己人才行 福特今天在省議會上說 這個是我見過最大的威脅 這個不幸的是對加拿大人和美國人 雙方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傷害 他強調安省和美國之間的年度貿易額 是達到5000億的家園 關稅不單止會損害加拿大的經濟 亦都會對美國工人和僱主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福特說如果真的去到這樣的田地 加拿大別無選擇只能夠被迫採取報復行動 現在省府計劃在未來幾個禮拜內 針對美國的主要州推出更強大的團結營銷活動 特朗普昨晚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發表加稅宣言之後 福特省長幾乎是第一時間對特朗普的鐵文做出反應 他呼籲總理杜魯多 立即和各省和地區首長舉行緊急會議 杜魯多說他昨晚和特朗普通了電話 杜魯多說他會在明天下午和各省和地區領導人舉行會議討論加美關係 這次特朗普說徵收25%的關稅 原因和貿易是沒有關係的 他擺明是用關稅來做武器 是堵截有加拿大和墨西哥走私入美國的毒品 特別是芬太尼 以及堵截所有非法移民越過邊境進入美國 特朗普昨晚的說法是 在明年1月20日 作為我首批眾多行政命令之一 我將簽署所有必要文件 對加拿大和墨西哥輸入美國的所有產品徵收25%的關稅 這項關稅將會維持不變 直到毒品特別是芬太尼和所有非法移民 停止入侵和國 當時一位不幸產下死嬰兒的母親 嬰兒的屍體不見了 兩年之後 醫院說找到嬰兒遺體 這位母親要求兒圖逼谷傳科醫院提供一個合理解釋 並要進行DNA檢測 去證明兩人間的母女關係 但醫院方面未有理會 2021年秋天 哈金森在預產期前七週 覺得自己有早產徵兆 她的丈夫克里斯 開車將她送去意圖逼谷傳科醫院 不久她就早產生下一個死嬰兒 哈金森被這個未能成功來到世上的嬰兒 改了一個埃及古月神的名字伊亞 她依依不捨 抱了小蚊子一陣 然後將她交給醫護人員此次 這個時候有醫生過來建議 如果你想繼續嘗試懷孕 最好做一個試檢 看看能不能告訴你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醫生告知哈金森 死嬰兒會被送去病同醫院進行檢查 夫婦二人就簽署了批文 意圖逼谷醫院給哈金森一張紙 上面因有雷英的腳印 哈金森回家 哀悼並安排喪禮 但是之後雷英的遺體就失蹤 哈金森打過多次電話 等了半年多的時間 都沒有人能告訴她 嬰兒的遺體去了哪裡 半年之後病同醫院的支援協調員 打電話告訴哈金森 醫院已經開始調查 不久她就收到一封電子郵件 懷疑亞的遺體 並沒有送到病同醫院 哈金森看到這條消息 幾乎當場崩潰 意圖逼谷醫院的工作人員 告訴哈金森 甚至他們也不知道嬰兒的屍體去了哪裡 將近兩年後 就在2023年7月 哈金森截保來自意圖逼谷醫院的電話 一名員工告訴她已經找到女兒的屍體 她一直都在醫院內沒有被送走 哈金森就懷疑院方給自己的嬰孩屍體 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女兒 哈金森希望進行DNA檢測 已證明這個是嬰兒的屍體 但醫院方面拒絕提供DNA檢測 也沒有講明原因 杜魯多早前宣布的兩個月減稅 和派錢250元的計劃 由於派錢方面 是無包括已經退休無工做的長者 所以 灰人黨的黨魁布朗謝 和新民主黨黨魁 早免成都要求 派錢應該派給老人家 布朗謝說 灰人政團會支持免稅和派錢措施 但前提是要派錢派給長者 因為他們一生都是為加拿大作出貢獻 聯邦新民主黨更希望派錢 可以擴大到未有工作的長者和殘障人士 以及去年才開始工作的學生 由於灰人政團和新民主黨 是保守黨意外的兩大反對黨 他們提出這樣的要求 無論政治上和民情上 自由黨似乎很難拒絕 而答應兩黨的要求 是可以顯示出 三黨聯手兼聽從民意 相信通過的機會會很大 地產公司 Wilmax Canada 發布2025房市前瞻指出 明年多倫多屋價只會有0.1%增長 銷售量尿增12.5% 公司說 由於馬屋的可負擔能力 未有太大改變 房屋消量主要是由 找緊更加的居所 已經有物業的戶主帶動 使得未能受惠於首次置業人士 在房屋供應大約需求下 房價料計會持平 Wilmax 說 由於多市正是應對房屋庫存個性 以及首次置業人士和投資者的需求減少 預計明年多倫多房價將保持平穩 這個與其他地產界指明年春季房市出現小陽春的預測相反 Wilmax Canada 明年住房市場展望報告預測 是主要由於升級買家 而不是首次置業人士 因為市場仍然難以負擔 這樣意味著市場活動將會增加 但過剩供應不會被增加需求完全消化 Wilmax Realtor Realty 持牌人福布施說 通常首置者佔多倫多買家三成至四成 但現在這個比例是百分之十 而且不太可能在短期內改變 他說缺少首置者是市場動力不足的主要因素 首付和按揭貸款開支 對首置者帶來挑戰 另外治療者需要進行壓力測試 壓力測試的利率現在仍然是百分之六 目前沒有保險按揭貸款 提供的最低利率是5.25% 即是比實際提供的有按揭貸款利率高出兩個百分點 在進行壓力測試時 會以較高一個利率為準 福布施指 有意治療者忘記不能用4%的固定利率 而壓力測試用的利率是高出兩個百分點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0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4度 大多倫多地區明天的普通無縣 氣候價格會跌兩仙 每公升153.9仙 女地產中介在Facebook 開始群組 讓業主發佈租霸的個人資料 被起訴5項 協助和教唆他人 在未獲同意下披露個人資料罪 他受審後今天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誤罪成立 裁判官指出 被告容許他人在網上公開別人資料 屬於重返角色 租客被舉報後無法抗辯 被標籤成租霸之後 更加面臨租屋的不便 案件押後至12月10日判刑 並為被告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 被告黃秋燕42歲 報稱地產中介 是香港租霸黑名單Facebook群組的唯一管理員 控方案呈指 市主X和Y分別在2020年和2021年間 與他們的業主在租務上面發生爭拗 事後發現他們的照片 中英文姓名和身份證等資料 被人發佈在涉案的群組 於是向隱私專員工處投訴 案發的時候 涉案群組有超過3萬名成員 成員可以在視算表內填寫租客的部分個人資料 並且可以瀏覽他人發布的資料 裁判官在裁決的時候說 X和Y均公稱 因為被起底而遭受情緒和精神壓力 Y需要看精神科醫生 雖然從Y和業主的對話截圖中可見 Y沒有準時交租 業主多番提醒 即使Y的行為致死 但本案只需處理被起底的議題 被告成立群組 公開租霸的資料供業主參考 這個群組更加是寫上 要借完善黑名單內容 以法律途徑以外的一種免費的方式 去對付租霸 可見被告邀請 和容許他人在網上公開別人資料 屬於重返角色 裁定他罪名成立 香港兵分冬日巡禮 超過20米高的巨型戶外聖誕樹 上星期五在西九龍文化區亮燈 西九海濱當晚7時半 更加上演圍港水上煙火 歷時10分鐘 不少市民遊客到場觀賞 超過萬呎的聖誕小鎮佈置 以禮物為主題 面積較以往要大 小鎮有超過10棵聖誕樹 本載禮物的小火車旁邊 更加有可愛的紅貓裝飾 歡迎大家打卡 聖誕小鎮開放期間 巨型聖誕樹和場內的裝飾 會每晚亮燈 今年增設巨型聖誕樹投影 每天下午6時開始 每小時的整點和30分都會播放一次 我才不會開始 我們會講的 請到這邊 請到這邊 請到這邊請到這裡 竟然這麼榮 可以獲得20年這個服務大獎 我覺得是無論對公司 對自己 應該穿得漂亮點 嗯 就像我這樣 對自己對公司是一個尊重 有這麼多的工作企業 那些活躍 太多了 其實這個數字有點恐怖 我28歲 不是 我8歲入行 現在28歲 有多少20年 我覺得這20年是我最美好的年齡 最美好的時光 就奉獻了給公司 你知道以前的女生懵懂少女的時候 然後就加入公司 很感激公司這20年的栽培 當然很感激的 也拍了很多部劇 除了磨裂我的演技之外 我覺得也讓我學會怎樣待人處事 雖然心態上我還是覺得我自己還是20多歲 但是當然跟20多歲那個自己 演技也是處事 當然是覺得自己是怎樣也有這些進步的 這個女兒有沒有影響 她就是叫老公回去多點補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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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